台中市警方逮捕了毒品通缉犯 他涉嫌在三月底跟女友谈判的时候 枪杀了女友找来帮忙出头的男子 而详细情况请记者张俊栋来告诉我们 俊栋 台中市警方过过的这起枪击命案是发生在上个月27号的凌晨将近四点的时候 画面中您看到了男女双方谈判的这个第一现场就在台中台湾大道的素食店门外 那么双方在这个现场谈判的时候呢 女方的甘地为了他要强出头 结果跟男方发生了口奖 最后呢这个男方也就是这名通缉犯 他拿着枪朝着这个男子开了两枪之后随即逃逸 而且其中一枪就打中了被害人的心脏 当场不治 我们来听一段警方稍早访问 职者设计要强这个祖贤开枪的这个人 要把这些枪毒还有现金要抢走 所以反而被他知道之后 他就细枪来这个犯案 那么郑姓嫌犯他是在躲藏了15天之后 是在台中杀戮您画面中看到了几方埋伏 将他在台中杀戮的民宅外将他制服在地 而且呢在他的这个包包里头取出了强支子弹 还有毒品那么这名阵性嫌犯 窝藏了15天最后坦诚 他因为跟这个前女友在谈这个分手谈判的时候 结果因为女方的这个甘地强出头 双方意见不合甚至要设举绑架 最后才会拿起枪支 朝这个被害人开枪 害他丢了一条性命 这是目前文明讲 在台中的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彭丽主播